你敢相信吗 就连伟神都搞不定的高考数学题 居然被眼前这个大爷破解了 通过此解算方法 大爷精准地算出了彩票的中奖号码 从中牟利2700多万美元 2003年更是凭借这笔财富 登上了当地的首富宝 关键是当彩票公司知道后 硬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连警察都认为它合情合法 赫芬顿邮报把此事报道后 一下就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无奈之下 美国不得不取消了此类彩票的投放 那么这个漏洞到底是如何破解的呢 1993年退休在家赴贤的杰瑞 不小心搞坏了家里的游艇 气管炎的他怕被妻子骂 自己又没钱修 不敢回家的他 独自一人来到了商店发愁 就在这时 桌子上一张彩票游戏的宣传单 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要猜中六个数字 就能获得200万美刀的大奖 如果猜不中 还能根据猜对的数字分钱 带着事实的心理 杰瑞立刻拿起笔 当场鼓刀了一番 这一算可不得了了 他居然发现了彩票的漏洞 于是杰瑞悄咪咪的跑到了银行 贷款了2000美金 拿着这笔钱来到了商店 老板娘一看 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恐怕是个傻子吧 到了晚上 像做贼似的杰瑞 心情忐忑的就守在了电视机前 可是不巧这时妻子却回来了 为了不引起妻子的怀疑 杰瑞只好关上电视 等妻子走后 他再次打开电视 可节目已经结束了 于是第二天 他便来到商店对照中奖号码 这一看 差点没把老头当场送走 一顿操纵猛如虎 最后中奖55 杰瑞赔了个血本无归 这下完了 要是被妻子发现 自己就要被扫地出门了 这可怎么办 杰瑞心不在焉的样子 很快就被妻子发现了 马基以为 他是因为退休无聊导致的 便安慰起了他 对呀 我的演算方式绝对没错 杰瑞决定再赌一把 这次他贷款了8000 一下把商店的老板娘都整不会了 昨天刚赔了个血本无归 今天又来 老板娘当时郁闷的就差当场报警了 可万万没想到 这次他中了 这个老头拿着自己的退休金 买了8000美元的彩票 经过一顿捣鼓 居然中了1万5 这下给他乐坏了 没想到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都无法破解的难题 居然被他发现了 为了赚更多钱 杰瑞拉拢妻子入伙 把家里所有现金都拿了出来 这次整整有1万6 光打印彩票的时间都花了10个小时 为了对奖更是一夜未免 最后的中奖结果是2万1 此时杰瑞意识到 想要快速赚更多的钱 就必须加大赌注 可是自己却没那么多本钱 这该如何是好呢 于是杰瑞决定 带着小镇的人一起赚钱 他成立了JS公司 推出彩票投资计划 邀请小镇的人入股 有钱的出钱 没钱的可以拿东西抵押 当他们再次来到了彩票点时 连商店老板都想分一杯羹 这次仅仅用4万就博取了8万美刀奖金 可是彩票的这个漏洞 只有杰瑞一个人发现吗 那可不止 这时真有一位哈佛高材生 也发现了这个秘密 不过大学生哪有那么多钱 他只能找同学错点零花钱 可小伙还是中了大奖 但是他可没有杰瑞这么好心 小伙子只是把同学当成赚钱机器 上后的事他可不管 就在这时 他的好哥们利用黑客技术 进入到了彩票中心的后台 发现有一伙人也在利用这个彩票漏洞 于是他们便有了个可怕的计划 两人突然冲进商店 打断了杰瑞正和妻子的庆祝活动 一脸懵逼的杰瑞还没弄清什么情况 就被两个年轻的小伙子无情的嘲讽了一顿 男孩想让杰瑞加入他的团队 这样他们只需要在家躺着就能赚钱了 可是被杰瑞一口给拒绝了 男生挑衅杰瑞说 我知道你的数学非常好 但是用我们的方式 可以在短时间内赚更多的钱 我雷验证男孩说的真假 杰瑞轻而易举的便套出了对方的计算方式 我们学过了一些东西的 Binomial Distribution 就能为了吗 因为在这样子是好可以遇到你举止 你欢迎你给你决策 你欢迎你 Binomial Distribution only considers two factors 一半还有一个人中的盟 或者一四半 是非常多的时间 让你目印起来的宝购 你会赚 $32 你 Feliz购 9 Truth 每每百万万台的回到100千元 你欢迎你 你欢迎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听完杰瑞的一番话 这个哈佛学生瞬间感觉 自己的几年大学算是白念了 于是就愤愤地离开了商店 不久后男孩再次找到杰瑞 这次他并没有要求杰瑞加入自己 而是直接威胁杰瑞退出 他告诉杰瑞如果不同意 自己将会用黑客技术 让杰瑞血本无归 杰瑞居然被这个孩子给吓到了 回去以后联盟召开股东大会 他告诉股东因为一些外来因素 不得不暂停现在的投资活动 究竟是什么原因 杰瑞也没透露 就在他犯愁之时 儿子走了过来 儿子说是你让郑子再次恢复生机 不管你是遇到了什么威胁 我们都愿和你一起共度难关 回到家以后 妻子也劝说杰瑞要振作起来 不要畏首畏尾地 让一群熊孩子给吓到 得到家人的肯定 杰瑞重新站了起来 可是事不随人愿 这次杰瑞果然亏得血本无归 他知道这是那个哈佛学生干的 杰瑞来到学校 当众指责男孩的自私 痛骂了一顿男孩后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 这个老头疯了 他直接跑进彩票中心 说他们卖的彩票漏洞百出 还希望他们能改变一下规则 因为太简单了 他都赚了几千万了 真的不想再看见他们被玩家耍了 彩票公司的董事一听 顿时醒悟 原来这几年亏损的几千万 是真养眉的 随着杰瑞的举报 彩票公司立刻改变了规则 赫芬顿邮报还把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杰瑞也就此收手 在后面的警方调查中发现 杰瑞的彩票都是通过正规渠道买的 还保留了所有的票根 并且把赚到的钱都用到了振子的发展上 而哈佛男孩由于使用了非法手段 并没有保存票根 无法证实自己合法购买彩票 他被学校直接开除了 这是美国2003年发生的真实故事 杰瑞和马基夫妇二人发现彩票漏洞后 十年时间里一共中了2700多万美元 给振子修好了路 通上了公交车 盖了新学校 创建了慈善基金 为振子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电影到此也就结束了 但是在这里我奉劝各位影迷 千万不要相信天上会掉线饼 这种几率太小了 还是用自己心情的双手发家致富 这才是正道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本片比较感兴趣 请在正规渠道观影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